有网友买了一台电动车回去之后 假了几天 他发现到货不对半 这个Brosher Specification上面写的续航里程 跟他实际能够用到的差了一大截 于是他就跑去找这个销售人员理论 很生气的说 为什么你骗我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为什么数据上写500公里 我甚至开不到300公里 就没有电要去充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那今天这一期呢 我就透过一个 比较让马来西亚人听得懂的方式 来跟大家解释这个所谓的标准 到底适不适合我们 然后什么样的标准最准 什么样的标准最不准 然后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东西 因为你总得要相信一个东西吧 你花钱 你花10万 你花15万 你花20万 你花30万买一个产品 你最起码要知道 它至少能够让你走多远 那我每一次在介绍EV 我都会提到WLTP的标准 那它是比较适合全世界各地 欧洲啊 亚洲啊 甚至很多地方都比较适用这个WLTP 但目前有一些车厂还会提供给你NEDC 那这个NEDC呢 它其实最后一次更新的时候啊 是在1997年 所以这个NEDC是相当过时的一个标准啦 还会有人在用 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 可能中文区的观众比较会接触到的 就是CLTC 可以算是中国版的WLTP 因为那个C Stands for China 然后再来就是美国北美市场用的这个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就是美国环保局做的一个测试 那EPA我们比较少接触到 不过对我来讲啦 背着我的经验 EPA是最佳准的 因为它比一般的测试还要再扣一个30% 所以它给出来的数据可能很难看 但确实是比较有幸福力 比较有公信力啦 但每个每个测试的环境测试的条件都不同 但我不会仔细去讲他们怎么样测试 像NEDC啊 市区是平均 就是在市区里面只测试4个公里 然后平均时速是18km per hour 非市区只测试了7公里 然后平均时速是62km per hour 然后只有20分钟作为一个cycle 所以是很过时的一个东西啦 而且它的最高时速啊 只是放在120km per hour而已 那中国的CLTC 最高时速是114km per hour 当然这个真的要详细讲 真的可以讲一个小时啦 怎样去测试 不过主要是给大家知道 为什么有的标准 它可以比较真实 为什么有的标准 它一点都不真实 这个NEDC 它是没有开空调的 所以就是整个测试20分钟都没有开空调 WLTP呢就是有开空调 然后另外的测试标准又是没有开空调的 然后它都会影响到这个充电的续航里程 跟充电的那个 怎么讲 它准确性啦 因为在我们测试一台车子的里程的时候呢 它会有分为几种术语啊 像WLTP呢就有四种术语 低速 中速 中高速 跟高速 然后在其他标准就可能相对比较简单 打个比方啦 我们现在看这个BYD Dorphin 它是马来西亚一个比较售价比较清明的电动车 那它的CLTC是520公里 然后NEDC是490公里 WLTP是427公里 那就是告诉大家从CLTC WLTP到NEDC它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是差了10%到20%都不一定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买一台电动车 你自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啦 OK 这些数据 无论是再严苛的数据都只是供你参考而已 因为根据我过去试驾了各种品牌 在各种道路条件试驾过的车子之后 我发现到任何一个标准都不能够完全的反映在马来西亚的实际使用状况 那为什么这些标准不适用于我们呢 我这边就主要以马来西亚的整个驾驶环境来作为一个分享 你看啊这边的测试的时速啊 我们讲最快的啦 目前是EPA 我们有最快是WLTP 131.3kmh 那中国的CLTC最高时速是114kmh 那我自己在中国的高速公路坐过车 我大概知道中国在高速公路测速照相这件事情 就是你很难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然后你很难有机会像在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这样 自由自在畅所欲言的想要开多快就开多快 我们不鼓励不建议不宣导 不过只是给你知道 现实的使用环境是 这个114kmh对于中国人来讲 它可能具有很高的这个标准性 但是对于马来西亚来讲 这是一种习惯来说 就是我们已经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在 140到160之间 所以当他们在开电动车的时候 他们会发现到雪崩式断崖式的下降 然后他就会很生气 因为这个标准给你本来就不是用你的时速来做一个标准 因为你的取样太小你的市场太小没有一个测试机构会专门为了你的气候环境来做一个测试 那第二个影响马来西亚的这个续航里程的因素就是因为空调啊 这个就有很大很大的讨论空间了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平均温度在32 33 尤其是这一年来这一年半年来我们都经常是白天室外温度是36度到38度 像我的车子啊 在太阳底下暴晒几个小时之后 车厢里面的温度是可以到50多60多摄氏度的 当然我有玻璃车顶啦 所以重点不是室外的温度多少 重点是你车里面很够很闷热 所以你一上车之后你要用最短的时间 让它从60个摄氏度降到我不知道23度24度 有些人喜欢直接豁到16度 但是大部分人他们都会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开到最冷 让它最快的去抽掉那个热空气 迎来这个比较凉爽的空气这样子 很多人讲这个冷气只是对汽油车有影响 对EV没有影响 那根本是没有开过EV人才会讲这样子的话 像一些牌子比如说Mercedes-Benz BMW 你一起调Aircon从25度调成16度 你直接看到它的那个所谓的那个meter表直接跌 马上跌 它是绝对绝对影响你的续航力 ok 但是冷气这个东西我也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每个人一种每样百种人 那有些人皮包骨他的脂肪不够 就是怎么讲 对他来讲开25度就可以了 有些人他跟我讲他开28度 我不是很相信啦 不过他真的是show我 他平时出门开28度的 我就问他你是malaysian吗 但我也有遇过一些人 他是all the way16度的 他的冷气从来没有离开过16度 顶多到18度 16度 17度 18度 但是不管怎样来讲 malaysian是不可能不开空调 除非下雨 除非早上 所以纵上所述 很多马来西亚电动车车主 拿不到标准的续航里程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车速开太快 第二空调开太凶 当然第三个原因就是 很多车厂在做这个WLTP测试的时候 其实是用特定尺寸的这个轮圈 他可能是用18寸得出这个数据 或者他可能是用19寸 可是他卖给你的时候呢 他可能卖你21寸22寸 所以你的轮圈大一寸续航里 就至少会跌一个40到50公里 当你了解了这些诸多的因素之后呢 你就会对这个 不管是WLTP NEDC EPA等等都会抱有一个怀疑 就真的是把它当成做一个产口而已 不要信以为真 那就算你相信了他之后呢 更大的问题我会留在第二集第三集去讲 因为这东西一天讲不完啦 结尾呢我就用马来西亚目前续航里程 比较高的几款电动车 你可以去Google找 你可以上网找 不过很多都是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卖的 你知道吗 所以就马来西亚有卖的啦 包括我自己试驾过的来讲 几乎全部都试驾过啦 所以目前第一名呢 就是这个 Mercedes 的 EQS 450 PLUS RWD 后马达的 它是 WLTP 780公里 我之前应该是开过那台车子 从KL回去行刷啦 然后 排名第二 我这个是指马来西亚有卖的哈 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 未来啊那种 我们没有卖的东西不要讲 EQS 450 PLUS 780 km Model 3 Long Range 18寸的RIM 678公里 然后 EQS 580 4MATIC 676 再来 WiX X-Drive 50 631 Wi7 X-Drive 60 625 那这个 人气 名气比较高的 BYD SEAL 如果是 X Standard Range 是570公里 WLTP NEDC可以很高 我知道 然后它的Performance就是相对Low Range 是520公里 所以 目前你要在马来西亚买到一个电动车的里程 是有超过600公里的 就是 Mercedes 的EQS BMW的 iX i7 还有Tesla的Model 3 Long Range 还有Hyundai IONIQ 6 Max Railway Drive 614公里 WLTP 其余的都在600以下 都在500 500多左右 当然这个东西 到底它准不准 尤其我自己对于一个 我的车可以算是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电动车续航力来讲 排名前 Top2还是Top3高的 然后我得出来的Data 因为我也驾了好多好多个月 好多好多千个公里 然后我也 你知道吗 走Highway 甘榜路 小路四驱路 在孩子上学 赶时间不赶时间等等 所以我也得出了一套 算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数据 来告诉大家 即便我的车子 on paper 有678公里 我是不是拿到678公里 如果我670多 我都觉得不够 那你还要买其他电动车来干嘛 或者是说既然600多 会不会有点绰绰有余 太多了我用不完那个店 这是我们留在后面才讲 所以希望今天这支影片能够可以提供 给大家新的一个思路 也帮助大家去买电动车 或者去询问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了解 说这个WLTP 你还要打多少折扣 最后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daily usage 有些人一个月用5Git够了 有些人一个月用15Git 有些人要unlimited的data 我们不知道 因为每个人的用法用途不同 好像我来讲 再来Tesla是不是我的1st car 2nd car 3rd car 4th car 5th car 6th car 7th car 我不知道 有些人家里一停就是停几辆车 那有些人只是要一辆车 那这个我们过后再跟大家谈啦 所以影片的最后呢 就希望大家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有兴趣赞助 这类型影片的上家 或者是朋友等等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email address 因为我们 我当然 我尽量还是要维持这个频道的运作 所以可以有广告赞助 当然是我们希望 继续做这样的内容啦 然后呀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Let's go and let's move on 而这个XDrive50呢 就采用111.5kWh的离子电池 官方续航里程是630公里 到我刚才start车的时候 系统显示是大概650公里 我关掉Aircon可以去到677公里左右 所以简单来讲呢 这个iX就是一个long range版本的BMW iX 第七代BMW 7 Series 是第五期节目 在我们下期 engagement 但是